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对我们的绘画有着很大的参考意义 可以有意地加两个圆和绘图之影的线框进行对齐 接着我们擦除一下长方形录出来的部分 复制一个圆形后将它填充成白色 这个就是我们的按钮开关了 然后我们开启动画协助 先来画一下这个作品的基础动画 这时候可以将第一帧设为背景 能够减少干扰性 这里复制的每个圆都代表动画中的一帧 完整的动画是通过11帧来构成的 所以我们总共要复制10个圆出来 这个动画的原则是缓慢开始 接着到达另一段之后会有一个反弹 大家可以根据我绘制的行动轨迹来判断 画好反弹之后我们来画回去的轨迹 同样开始也是缓慢的 接着到达另一段之后也会有一个反弹 7属的动画画到这里就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时候我们提取两帧 也就是按钮刚到达最左侧和最右侧的第一帧 点击这两帧之后我们将它的保持时长拉到20 也就是播放到这一帧之后它会停止20帧 这20帧也是用来对稍后的插画进行一个展示 即使动画完成之后我们可以有意再添加几帧 让动画在开始的时候更加流畅 我们来看一下优化之后的效果 动画完成之后我们取消背景帧 来进行插画的绘制 我们一共要绘制两个部分 分别代表开和关 两幅插画完成之后我们将涂层进行分组 接着复制一份 以防稍后有一些小修改和优化 备份的这一份先隐藏 然后将另一份进行平展 另一幅也是相同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将按钮和插画的位置进行对应 注意按钮一定要在插画的上方 放好之后两两合并 代表关闭的插画同样 也是复制若干粪 放到按钮的下方然后合并 接着为了保证动画在循环模式下 开头和结尾能够对应起来 所以需要将打开状态到默认状态的这三幀进行补充 到这里动画就差不多完成了 我们再做一些小优化 像刚刚在前面提到的 我们需要将按钮刚触及到开和关的这两幀 设置保持时长20幀 这样就能保证动画更加的自然 而不会两头串来串去 最后的优化就是将夹在开和关之间的这两幀 进行一个由白天到黑夜 黑夜到白天的变化 简单的来说 这是有意降低它的暗度和提高它的亮度 最后我们关掉绘度之影 来看看最终的效果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赞三连加关注 以后频道内也会更新更多的 关于Procreate相关视频 如果有需要的话 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哟 那么下期再见